中国的转型 它不是说一蹴而就 它是一个连续的转型过程 它是一个结构性不断调整的过程 它不是说你今天改一下 然后明天就解决了 你看中国过去的发展四十年 结构在一天到晚在变化 这是跟西方完全不一样 例如我们说西方它达峰到碳中和 它是一个成熟经济 中国它从来都没有成熟过 不断的转型 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呢 就我们在理解我们的碳中和的目标的时候 过于简单了 它不是一个总量的指标 就我说 我们说碳中和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抓手 它既有总量的目标 又有强度目标 又有结构的目标 还有质量的目标 它是同时要实现 它是一个目标系统 那么你在目标系统的转型的过程当中 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 某个产业某个技术来转型 它是整个一个系统的转型 这也是为什么文件里说得很清楚 它是一个系统的转变的过程 是一个整个发展模式 它产业模式 它这个经济模式 包括商业模式 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是一个系统的转型的转型 是一个系统型的转型的转型 是一个系统型的转型的转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